其實我自己本身都是一個沒有恆心的人 不過我發現了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跑得很長的時候 你經常覺得辛苦的話 你不會想再做那件事 如果跑得過多的時候 其實對身體不是有正面的好處 其實每天跑10K 對於我們普通人 城市人來說 的要求都是很大的 有時可能跑2-3K 3-4K 你會覺得舒服一點 甚至乎是慢跑或者急行 你都會發覺你每天都有那個運動量 令到自己可以有那個安多分可以排出來 跑完之後覺得開心 那就容易遲之有效 先在份量上 然後兩隻手支撐住 然後兩隻腳跟 只是腳跟遍地 然後整個驅桿分析 然後一隻腳低高 撐住 然後轉 5 5下 慢的 5 4 3 2 1 然後轉腳 慢慢放下來 5 6 7 OK 好 慢慢放鬆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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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